明睿,我愛你 明睿,我愛你 明睿天天在醫院 看白拉瓜肯定早就看夠了吧 不行 這個好,這個好 這個我裡面什麼陸川 看上去挺性感的 明睿 不行 這會勾起她不好的回憶的 為什麼 我要穿得這麼華麗呢 就算她說不是一時嫌棄 也不稍好誠心 是因為對我 追求新鮮感而已 很快就會消退她 很快就會消退她 全部的財產 全部的財產 現在不行啊 是啊 怎麼以前行 現在不行了呢 難道是被林醫生拒絕了一回 我的意思是說呀 陸總,你對林醫生的愛更深沉了 在乎越多,你會換得換師哦 換得換師 沒想到我陸方妮有一天 也會跟這四個子聯繫到一起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就算我給林瑞百萬年薪制服計劃書 我全部的財產 林瑞也不會要的 為什麼 因為她太偉大了 她的工作是救死扶傷 她下了班之後還要救死扶傷 而且是救更多的人 付更多的商務 並且免費 所以 跟林瑞一比 我陸方妮什麼都不是 所以從今天開始 我要和她一樣 成為一個溫暖的人 一個高尚的人 一個適合她的人 一個真正配得上那的人 我要成為一個天使 小陸總 您就是天使啊 缺錢嗎 手錶要嗎 我看你一直沒有一個手錶 這個快點 爸爸 爸爸 要多少 爸爸 把碗 不是 抱歉 沒問題 不是 好 借條唐瓶床罷不唐罷 一切四百萬以後 一定還借款人唐瓶 對 萍萍 你跟爸說實話 是不是做了什麼見不得光的事了 沒有犯法 也對也對 你還沒這個本事 可是 你沒這個本事別人有啊 你跟老爸說實話 是不是有人騙你 給你灌什麼迷魂湯啊 沒有 你說什麼呢 到底記不記 你不借我去找陸叔啊 你沒做見犯科 嗯 那就一定是被人騙了 我早就說過你這腦子不好使你不信 是不是有什麼渣男向你要四百萬 是不是 渣男 對呀 你說 什麼樣的男人一張嘴隨隨便便就向女孩子要四百萬 這不是渣男是什麼 啊 陸方您給了林醫生四百萬 林醫生就是渣男 要是發送陸叔叔 向所有人積穿他們 所有人都會覺得林醫生是渣男 我什麼都不能說 你到底記不記 不記 你到底記不記啊 不記 你到底記不記 那個渣男在哪兒 你讓他來我給他 我給他四百個大巴掌 沒有渣男沒有渣男沒有渣男 那是什麼 毛整容整成路方寧可以了吧 這 整成路方寧 多少錢都可以啊 現在又給貨嗎 我能不能轉賣啊 我現在特別著急 因為 我就想轉貨 可以嗎 先不跟你說了 林醫生 唐小姐 關於昨晚的事 我希望 放心吧 我不會說的 為了你的聲譽 你的名譽 還有你的未來 我說什麼都不會說的 謝謝你唐小姐 讓我和方寧自己處理我們的私事 那從現在開始 我們就是正式吧 林醫生 我知道你現在的情況 你不能和我發展什麼 甚至你都不能表露自己的真實情感 但是一年以後就可以了 一年以後你就會和陸方寧離婚 我 到那個時候 我就是你女朋友候選位的第一人 唐小姐 好嗎 你現在不用給我承諾任何東西 我會一直等你的 因為 我 愛你 我 愛你 好 愛你 但是我 愛你 愛美國 愛你 我 對 cheers 借人 謝謝 ones 尚 我不说爱不爱就是了 我努力赚钱给你赎深重心了吧 林医生 你千万不要上路放您的当 他从小到大就给我抢东西 平平 凡凡 亮亮 丁丁 我看上他他一个都不放过 所以你千万 千万 千万要把支柱 林医生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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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可真何必 得太 Н的 阿锐 林医生 你看这边可以多画一点 是不是 是 新宝 在画画呀 林医生 新宝在画林医生呢 他说今天下午要去参加慈善拍卖用 是吗 再画我呀 能不能给我看看 游戏规则不是这样的 护士姐姐说谁给的钱多 才能给看的 那好 那我下午也来参加拍卖 到时候再看看你的画 真的吗 真的 林医生 新宝爱你 那我下午也来参加拍卖 好了好了 新宝 林医生还有事情要去忙的 我们就不打扰他了好不好 好的 来 我们继续画画 就是 它就有参加把这期间的 你觉得一样 我跟你说 坏着 有点 让我看见 算是 你就收到哪个相机 我就会有我的手 你打他 我来个拖络 你不想你 个人给你 个人送来 你做什么 下午 慈善一麦 你别忘了 知道 我会去的 又能帮助病童 又能接近林锐 我陆方宁果然就是一个天使 天使 他 有请我们的大慈善家杜芳宁小姐 好 现在掌声欢迎 嗨 大家好 我做这一切呢 就是为了帮助正在和病魔抗争的小朋友们 当然 也是为了一个人 他就是 好新鲜 подпис 好 好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不行 凌瑞不喜欢高调 我这样会不会太大张旗鼓了 匿名 做好事不留名也不是我的风格 算了 对啊 这个画得好 是啊 廷妹今天很低调啊 不像你 调整一下计划 蓬兰B 你出面帮我拍 然后再无意间不经意 自然的不能再自然的透露给令人 告诉她这一切都是我做的 弟妹如此为凌瑞着想 大哥是没有欣慰啊 你也觉得我这么做 凌瑞会比较欣赏对吧 好的 各位朋友们 我们的小画家瓷台拍卖会即将开启 开始 开始 出发 请各位不要随意地走动 好 这场景 好 这场景 你会画得这么厉害 挺好看 本幅画作呢 一百元起拍 每次加价五十元 欢迎各位积极抛 一百五 好 这位先生出道一百五十元 一百五十元 还有出价的吗 此事啊 还有下价最高的吗 都适合你那么高的 两百 两百 后面那位先生两百元 那个三百 一千 一千元 这位小姐出价到一千元 一千元 怎么办 怎么办 举手 那个 一千零五十 那么小气还跟我讲 两千 这位小姐姐出价到两千 两千零五十 两千零五十 五千 这位小姐姐已经出价到五千元 还有更高的吗 五千零五十 五千零五十元 一五千 六千元 让给他 还有更高的吗 六千元第一次 六千元第二次 六千元第三次 恭喜这位漂亮的小姐姐获得这幅画作 小展计划 布兰C 感谢这位小姐姐 好的 我们下一回画作 起拍提价 还是五百元 布兰C计划呢 就是我们不断地加价 等叫得差不多了就让给 他们不是爱说风头吗 刚才好好处议 只要你记得最后告诉我 因为这一切能够处固意的 为的呢 就是给医院里的孩子 多抽一些医疗费 想跟我争 那就让给他了 陈娇 主席这位先生 那么下面拍卖的 这幅画作 就是这幅来自 北北小朋友创作的 那这幅画作呢 仍然是体牌价一百元 一千 四千 四千还有更高的吗 五千 五千元 五千元 五千元还有更高的吗 五千元一次 五千元二次 好 成交 再次恭喜这位漂亮的小姐姐 好的 那么本次拍卖的第三个作品 就是这一幅作品 这幅拍卖作品 这幅拍卖作品 是由一位八岁的小朋友创作的 两千零五十 五千 恭喜这位漂亮的小姐姐 美丽的小姐姐 接下来的这幅画作呢 就有意思了 梵高的向日葵 四千 六千 成交 好 那么接下来 这一幅作品呢 六岁的小朋友创作的 海底世界 四千 八千 成交 再次恭喜这位美丽的小姐姐 又获得了一幅画作 美丽的小姐姐